从台风尾的大雨到最近午后热对流旺盛降雨天气 一扫花莲南区的干旱 饱受缺水之苦的富里乡六十十三金针园区 不仅民生用水无鱼 金针农园受雨水滋润生机勃勃 农会终于松了一口气 也表示今年的金针花季在八月中旬就可以登场 目前农会也提早配合花季到来 推出了百米优惠活动 信不少游客民众来购买 不论是台风雨还是近日午后震雨 六十十三金针园区在天降干陵不断浇灌滋润下 从原本奄奄一息 现在恢复了生机 金针花芽薄伐生长 可预见今年的丰收之外 每年众人所期待的金针花海景观 农民与农会有信心的表示将如期登场 因为之前干旱造成一个金针花 差一点就没办法长起来 还好这一次凯米台风带来有部分雨量 让我们金针花能够如期的生长 目前状况是比以往还好的 那我们的花芳应该是最好的时候 应该是在八月底到九月初 在开幕我们预计八月之后开幕的时候 金针花会开 秘书林辉煌指出 六十淡山受独立山头地形的影响蓄水不易 近几年受极端气候冲击饱受缺水之苦 不过今年台风无损金针农作 夹带风配雨量反倒还疏解了圆区寒象 不仅民生用水无余 秘书林辉煌指出 若没有问题八月十号之后 金针花就会陆续绽放 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赶快修复我们这一条 让游客来玩的一个非常好的道路 希望能够创通 那至于我们这边的交通是一个安全无语的 也希望游客能够来花莲晚 来到我们复理箱六十十三来的这边做休闲 为了推广今年暑假复理箱金针花季观光旅游盛事 农会也及早规划相关农游体验游城 并且配合花季的到来 现在已经提早推出富利米优惠活动 吸引不少民众游客前来购买 六十淡山金针花季即将如期登场 而对目前花莲的铁公路交通灾况 铁公路单位都已积极抢通 农会与农民也有信心 花莲一切仍旧美好安全 邀请全国大众都能以实际行动来六十淡山赏花游玩 体验在地丰富多元的农产魅力 记者是玉兰复理采访报导 四十淡山金国大众